吴先生说他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幼儿园 今年1月他和杭州华影光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确认书 以26800元的价格给两个孩子报了A计划培训 内容是语言表演组合成品节目一个 总计120节课时每次排练两节课时每节45分钟 要求在一年半内使用完毕 上课时间由吴先生自行选择 我那时候打算孩子放在杭州这边读书了 我读书的时候在刚好学校门口来 我们过来看了一下了解了一下 刚好我那个大的小孩呢有点内向嘛 我说想叫他练练胆子嘛 吴先生说他原本打算春节后再来上课 但受疫情影响五月份才开课 他现在是说一个小时要算两节课 就半个小时一节了病长 这我说我不同意 这加上我们也来不及算完了 吴先生一家是渠州人在杭州开餐馆 现在打算回老家孩子也带回去读书 回家发展那时候我也跟他说过的 这个课如果来不及算我们可能就要退的 他说可以的 就是说之前反正合同上写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算我违约呀 算我违约28%的费用我们承担呀 再找到退呀 吴先生说报名后机构给孩子拍摄了摩卡 合同中注明如果乙方单方解除合同 要承担这部分的1280块钱 合同中还约定乙方提出解约 甲方要扣28%的违约金 这些费用吴先生都愿意承担 因为一些课都没上过 退费算起来很简单 这家机构在杭州国际创意中心 采访当天关着门 吴先生和记者被保安请下了楼 吴先生给负责人拨打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记者发了短信也没有收到回复 记者查询企业登记信息 这家机构在2020年报中预留了一个手机号 吴先生说他要求按合同办事 先前和机构沟通过 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给我们四个选择 要么就把这个课换成其他的课 然后我们不同意 要么就是你另外再找时间 再来杭州再上课 我们也不同意 来来回回麻烦 然后另外的还有就是 他说要分六个月返还 然后我们也说不同意 对吧 一次性交的费用 我想一次性退回来 这老师追着他跑 不可能的事情呀 第四方案是这样的 他说要不法院进 你约的是哪个老师 行吗 他们这里的负责人 信什么呢 他们就说信什么呢 信什么我那个 那你找到我那么多老师 我信什么呢 我留个联系方式给你们可以吗 帮忙转告一下他 我帮你转告转告一下 那您记一下联系方式 接着发稿 记者还没有收到杭州华影光线方面的回复 1818黄金眼记着报道